虽然我们现在的科技水平都变得非常好了 有了各种各样的先进设备 但我们对地球的了解还只是冰山一角 有很多地方都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触碰到的 就比如说南极 在我们的印象中南极到处都是白色 没有任何生机 天气特别冷 很少有动物在当地生存 而在前段时间我国科学家到南极进行考察时 意外发现了不属于地球的东西 现场十分诡异 专家表示或将证实外星文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快点来瞧瞧吧 根据我们的了解 我国科学家到南极考察时 发现了一处不动湖 要知道这种情况是特别诡异的 在冰寒地冻的南极 竟然有一处湖面保持着非常高的温度 甚至还冒出热气 这不应该出现在地球上 面对这样的情况 很多专家都觉得可能在这片湖下 有一座地下火山 但我国科学家对当地进行研究后 并没有发现火山 随后专家就联想到在近些年里 南极经常会发生出现不明飞行物的事件 专家觉得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是外星文明造成的 这或将证实外星文明是真实存在的 不过这些都是人们的想象 并没有真实的证据来证明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清楚这件事情 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都需要耐心等待 亲爱的小伙伴们 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你觉得这是外星文明造成的吗